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特區政府在傍晚6時的記者會宣布 由於疫情嚴峻的關係 故此特區政府就會援引緊急法 將未來的立法會選舉押後一年舉行 換言之下一次的立法會選舉日期 將會定在2021年9月5日 實情 誰都知道什麼疫情嚴峻 只是一個藉口 一個紡紙 環顧全球 有很多西方文明國家 他們的換屆選舉 照樣都是如期舉行 例如日本 新加坡 法國 就算是美國的總統大選 昨晚特朗普也是在Twitter上講 根據美國的憲法 以及相關的選舉法例規定 根本上 沒有什麼延期的空間 現在特區政府就說要延期一年 實情 這個消息 在過去這個星期都已經講過無數次 故此很多本地人就已經消化了 不過在林鄭宣布說要押後選舉那一刻 仍然能夠登上到很多外媒頭條 足以見證到外國仍然是非常關注香港的情況 現在特區政府就在搞一種叫雙重加速 首先第一重 就是押後選舉 使得 很多外國都看到 你這樣搞法到底還有沒有高度自治 第二件事就是 在這個押後選舉以前 還要大規模地DQ那些 立法會的參選人 說開又說 昨天HK01引述了消息指出 說在今天 將會有另外8名民主派參選人 會遭到選舉主任通知 說DQ他們 但是到這一刻 都沒有發生這件事 我相信去到最後 這8個民主派參選人 都可以幸免於難 因為現在林鄭都宣佈了選舉押後 那還D什麼Q 所有提名都將會是作廢 所有選舉程序都是作廢 即是下年又重新來過 可能去到最後 就只有昨天12個民主派的參選人 被DQ 特區政府在明知道今天將要宣佈押後選舉的情況下 仍然都要在昨天大規模DQ民主派的候選人 無非就是要向國際社會傳達出 他們是無懼制裁威脅的信息 都是相當明顯 當然來到現在這一刻 國際社會的回應和反響 值得大家關注 之前他們又說 他們希望勸喻特區政府 將立法會選舉如期進行 不可以這樣DQ 昨天南韜文 英國外相又走出來說 大規模DQ是有問題 來到今天 特區政府索性要將選舉押後一年 到底國際社會將會有什麼反應呢 除了一些口頭上的回應之外 有沒有其他 具體行動呢 這就是最值得大家關注 因為在2016年的時候 其實國際社會的回應 反響不是那麼大 因為當時DQ那條紅線是非常清晰 就是煩惱搞港獨 鼓吹港獨那些就DQ 但是來到今年 DQ那條紅線 似乎又是退前了一步 根據昨天特區政府那篇新聞稿 其實它都有寫明 DQ那些參選人的五大理由 列舉了出來 除了包含了2016年的原因之外 亦都是另外再有四個新的原因放了下去 似乎那條線是一直移動的 所以國際社會今年的反應 就是會 更加之大的 比起2016年 但是有些什麼具體行動呢 暫時 就是未見到 所以 值得關注 到底他們會怎樣具體回應 或者不會具體回應 好了 林鄭在今年年初 《蘋果日報》揭發了一篇 《疫情工作報告》遞交給中央 他當中提及到要以疫情扭轉選情 好了 現在這一刻 他就成功了 藉著疫情爆發的趨勢 走去把選舉押後一年 都不用選了 另外一件值得注意的 就是特區政府似乎想把援引緊急法 常態化 這次他們就引用緊急法 將立法會選舉押後一年 舉行 上一次是什麼時候 就是去年10月 特區政府援引緊急法 去制定禁蒙面規則 但是大家都知道 這個緊急法 已經很多屆的港督都沒有用 在去年之前 就已經要數到73年的石油危機 當時是關於那些照明 上一次已經是六七暴動 你現在林鄭真是厲害了 一屆任期裡面 前後10個月都不到 用了兩局 究竟下一局會用在哪些地方呢 什麼時候會用呢 還有一件事就是 現在就押後一年選舉 就出現了一個所謂真空期 那這個立法會 究竟 這個立法會的組成辦法 在這一年裡面 之前有些人就說 喂 是不是會將現屆的議員 自動續任一年呢 似乎根據林鄭所說 就不是這樣做 她怎麼說呢 她就說 她不能直接援引緊急法 去延長立法會議員的任期 因為受到了基本法第六十九條約束 規定了每屆立法會的任期 都是四年 故此就住這個空窗期 她就提請了人大來解決 她就強調 全國人大常委 是國家的最高機關 過去亦都為香港的事務 做出了很多決定 而根據立法會條例第十一條 召集本屆立法會議員 召開緊急會議 是不合適的 因為會受到法律挑戰等等 好了 既然她這樣說的時候 就是說 不是自動續任了 交由人大來決定 現在是 好了 如果人大決定的話 分分鐘會出現一個情況就是 會不會 現屆的立法會議員 全部都沙哩啦啦 拜拜 然後整個臨時立法會出來 在這一年 真的很難說 不能夠排除 因為你現在都不知道她怎麼解決的 她說提請了人大 人大都未曾表態 可能到最後 真是搞個臨立會出來 所有的議員都是委任的 又不定 又或者 由人大決定了一個特別的安排 就是將現屆的立法會議員 延長一年任期 這個是特殊的例子 又不定 所以 最終都是要看 人大的取向 現在是她決定的 她決定的 林鄭回答 她說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香港事務屬於中國內政 是不容外國干預的 否則就會違反國際法 這些黨八股 就是外交部發言人 經常都說 她說我完全不明白 為什麼作為一個地方的首長 在自己的地方立法 會受到外國的制裁 她反問道理何在 邏輯何在 她說除非美國使用核子手段 否則 仍然可以應付 她還強調 美國和歐盟 在香港 分別有超過2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 至於她本人 她說 在美國沒有任何資產 亦不向往美國的生活 她對於美國的制裁 是一笑致之 痴之以鼻 她當然說得非常輕鬆 因為她本人聲稱好打得 亦都是官到無求膽自大 就算到最後制裁到她 她最多在生活上 都是有多少不方便 比如說那些使用美元結算的 銀行和金融機構 只是說絕大部份 可能不敢跟她有任何業務往來 故此她往後出糧 可能就算卸任行政長官以後 出那些長縫也好 就要出現水 但是她 每個月這麼多錢 她最多捧著一筒一筆銀子 對於她老實說 她有什麼影響 她經常說可以應付 她說除了核子手段 都可以應付 你怎樣應付 你出場糧 你做成怎樣 根本上你的表現和你的薪酬 是不掛勾的 你當然是可以什麼都應付得到 問題就是市民應不應付得到 首先來說 現在美國就把香港的特殊地位取消了 就把香港視作為中國一個普通沿海的城市 所以那些關稅就一事同仁了 首當其衝當然就是轉口業 是不是 本來有很多廠商 就是在大陸那裏運貨下來 在香港那裏加工整個廠牌下去 就變成了香港製造 那麼這些轉口業務 如果它是 消往美國的話 那可能就是往後的日子不用再做了 那倒閉就倒閉了 因為那些關稅加了 還向什麼製造 玩完了已經 除非可以轉型 要不就把出口對象轉到其他國家 轉得多少才行 能不能夠完全容納得完 容納不完就倒閉了 倒閉就導致失業率上升 其次的就是 如果美國真是玩這個金融戰 金融制裁 任志剛也說了 將這個金融武器化 如果他真的這樣搞的時候 香港 所有的行業都是會受到影響的 當然你是沒有影響的 因為你本身都是 那麼多錢 就算他出現水給你也好 出支票給你也好 轉帳也好 對你也沒有影響 最多你退休 沒得去外國旅遊 就一輩子都在大灣區 又或者 他老公和兩個兒子的英籍 就可能會遭到英國方面的 褫奪 但是這些手段 對於林鄭本人 除了他沒有辦法使用 銀行服務 這些生活上的不方便 以外 其實也是沒有大影響 如果到最後 中國真是 加速到一個地步 就是跟美國的金融系統脫鉤 那這些所謂的金融制裁 就更加之對 那些被制裁的對象 沒有影響 但是當然 中美的脫鉤 是會到於 經濟上 造成一個極大的衝擊 這個衝擊一定是包括香港 到時就真是攬炒 好了 說回林鄭 他就提到 說什麼 美國和歐盟 在香港有200億的貿易順差 一會又說 香港是澳洲第三大的外資來源 說到香港 總之你不跟香港做生意 他們有損失 他就是表達這個意思 大家可以聽 問題就是 如果單一個國家跟你不做生意 當然 他又有損失 你又有損失 如果全世界不跟你做生意 即是說西方文明國家 如果他們全部不跟你做生意 當然他們各自有損失 但是香港的損失 就是累積的 10個國家不跟你做生意 你又有10重損失 他們各自的損失 他們背得起 到時香港 誰背得起 所以你作為一個地方的行政首長 說起來 不只是官到無求 膽自大 不只是一笑自知 痴之以鼻 對不對 你不要抱著700多萬香港人攬炒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